哈囉大家好我是凱月恩 歡迎收看這一次的實況 嗯哼 然後今天終於要來弄CS啦 舅舅 不當人類啦舅舅 好啦沒有啦 OK我們很久沒有弄了 因為之前CS一直出問題喔 對然後今天一樣是飄 對然後 之前的問題太大了 對問題太大了 然後結果飄剛剛很欠揍的幹了一件事情 你自己說你幹了什麼 我剛隨便按抽 就抽到一把槍 雖然那把槍我已經有了但是 對他抽到一把槍 一把金勳獎 啊我熱啊 啾啾 哭喔 哭了我真的哭了 對然後CS這陣子好像什麼 瘋狂 啾啾 瘋狂殭屍 瘋狂在零 殭屍英雄瘋狂在零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來玩玩看喔 準雷是不是現在沒啥屁用啦 我不曉得 那 應該還是有傷害吧 只是傷害下降而已 喔 了解 然後 OK 太久沒弄CS了 我的禮物盒都 都是 舊的東西都沒有新的了 喔 那禮物盒 就 有人送我東西啊 喔 對啊 好啦那 很久都沒進到禮物盒這三個字了 你覺得 你覺得橘子的禮物盒值得信嗎 哇你可信A包 可是禮物盒做的東西很久都沒有用 對啊 因為沒有任何作用 說真的 真的 除非裡面有什麼那個的 對啊 蛤 為什麼 欸等一下你知道嗎 我上次不是四周年直播嗎 就有人叫我以前的名字 結果現在又有一個人來MEO 他又是叫我以前的名字 大概 欸怎麼講 你並沒有十分的推廣 對我沒有 我後來沒有十分推廣 就是我之後改名的那個 對 OK 比較有感人 對啊 喔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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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義大利 欸 死了 等一下 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殭屍英雄喔 這個分裂義大利跟義大利 像戰好像是有什麼差的樣子 這個分裂義大利喔 好像是殭屍模式的什麼 一個 無性分子 呃不是 好像就是這樣講 講了 看一下喔 活動期間內 殭屍英雄新增地圖 分裂義大利 然後殭屍技能有掩護喔 母體玩家附近所有分身殭屍 一定時間內在周圍給予母體 掩護 無重力跳躍 發動技能時 殭屍重力值會降低 之類有的沒的喔 好複雜喔 對好複雜喔 人類倒是有什麼反坦克火箭 你把我 哈哈哈哈哈哈 すげこれ 好啦總之我們就來玩玩看喔 可是我覺得當然人太少了吧 那就邀請人啦 而且你知道嗎 好友現在好了我真的好開心喔 一下就壞了 每次都這樣講 一下就壞了 還是直接找遊房的 不然我覺得就這樣子等太慢了 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欸叫分裂義大利 我找一下好了 分裂義大利 為什麼我念起來好像有點 中二的感覺 欸對耶 感覺好像就是 那家地圖可能就分 就是有分吧 還是一樣是義大利 只有義大利有分兩個喔 那兩個地圖有差嗎 好像是分裂義大利 是那個活動地圖那樣子 喔 對它是活動地圖 對我找一下好了 找那個掛機不打的那個 呱唧不打的 呱唧不打的 欸不好意思等我 我稍微暫停一下喔 我下個旁邊見 OK好的回來了 喔 對了在在開始前 我還蠻想 討論一件事情的 欸飄 就是 這一次好像台灣有那個 要在台灣舉辦 CSO的世界大賽有沒有 嗯 我還蠻想參加的耶 你在家啊 可是我 這個完全不行 你 你不行喔 怎麼講啊 玩 玩不習慣 PVP嗎 對啊 了解 對啊因為 我以前其實有參加過 世界大賽的 預選 選拔賽在第二輪 都被燒下來了 第一輪真的是 我很87的就贏了 第二輪 就是我太87 然後就輸了 那完全是靠運氣的 因為會玩的感覺就真的很強 可是 奇怪的話就會感覺就是 一直都被虐著這樣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記得 等一下 我找到一張東西了 這張照片已經有點久了 這張是我還留著短髮的時候 2010年的事情了 欸不不不沒有那麼久沒有那個 2 0 欸哪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長這麼呆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啊 從以前到現在 幹 是你沒有意識到而已 對應該是 等一下我翻一下衣服 因為我有CSO的衣服 在哪裡 99你在哪裡 99你在哪裡 99 你已經病了 你已經病得很嚴重了 找到了找到了 2010年對 2010年的一場選拔賽 那時候卡約有在現場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來著的 冠軍是一個女生 你知道那 因為那時候是我跟我家裡去 我父母看到說冠軍是女生 他們還嚇到 你知道嗎 喔 就是他們想說欸 哇 他們以為玩遊戲就是 都是幾乎都是男生在玩 結果沒想到 有女生在玩就算了 還是拿冠軍的 他們那時候就嚇到了 所以就是 那時候我就有參加 但是我在第二輪被刷下來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相關的一些資料 我還蠻想回去看的 換你第二輪被刷下來 他們當然是會有名單 如果是冠亞軍 之後對還有可能 第二輪被刷下來 當然是不可能會有任何資料 真的 我都快哭了 是不是 好啦 來準備今天真正的 我們要 弄的東西囉 分裂義大利 怎麼好像沒有人 開阿 因為大家都在掛地圖而已 對啊大家都在掛 超少人的啦 算我們自己開好了 你到外面按快速進入 沒有我剛剛試過了 我剛剛試過幾乎都是等待中 我們就自己開吧 對今天我們就重心就放在這個 什麼分裂的這個上面玩 搞不好我們兩個人玩 也可以玩得很起勁阿 殭屍這種 如果就有人類就一隻 好根本是 沒有因為 因為我記得人類好像有什麼 火 反坦克火箭筒之類的阿 這一發之後就沒了阿 裝子彈你就會把我抓死了 真的 殭屍會從基本的自己跟自己的 一個分裂體開始 蛤 所以是殭屍自攻自獸嗎 有可能 然後 自己跟分裂體死亡時 會分裂成另外兩個分裂體 總共會分裂兩次 等一下你這是在教 你確定 你知道 你有看到這個敘屬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無心身子 不是無心身子 你是在教 細胞分裂嗎 這怪怪的 真的 而且這個好像 這個好像是什麼 軟細胞分裂是不是 他說的 火箭那一種好像是單一的 就是一種技能 好像是耶 好像是耶 對啊 這是你嗎 蛤 你知道我現在真的很扯 我被選回殭屍 還被選回英雄 真的很扯 殭屍英雄 欸欸欸欸欸 注意 分裂體 分裂體是法克 我的分裂體是法蘭克 死個欸 死個欸 真的真的真的我看到了 幹 你們兩個 九九 他沒有跟你幫我逃 這太可惜了 真的 然後這是誰 我的分裂體 居然是 我的分裂體居然是老太婆 天啊 等一下 這火箭筒 太OP啦 按了之後 會有一段時間內 他就一直瘋狂發射火箭筒 太啾啾啦 超啾啾欸 不是我在說 我 我被炸下去了 哇靠 九九 你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看到沒有 滿天下的卡約 好像你是噁心啊 太噁爛 你是 意思是說殭屍會一直 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對然後 一整群的我啊 你懂那個意思嗎 是同樣的相知嗎 呃不 他們是 他們是不同的 他們是不同的 對他們是AI 然後 然後 你就會看到那個什麼 就是 像我自己看有沒有 我會看到那些殭屍的頭上 上面寫著那個 我自己的ID 對 然後其他人我就看不到 然後 呃 對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You know 超噁超噁 真的超噁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我完全不想吃 3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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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2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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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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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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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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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殭屍 感覺這個模式是殭屍佔很多優勢 可是如果你那個火箭頭連發了 就會真的很勁爆了 可是問題是 連發之後有什麼用啊 對啊可是 對你知道嗎就是 重點是不知道人要怎麼獲勝啊 對啊而且 現在其實殭屍有一種就是 那個 在那個什麼 開始以前你就會知道自己會變殭屍了 這你知道嗎 不知道 因為我都沒 感覺怎麼每個人類都可以變成英雄 對啊 幹 你知道我已經連續三合合被選回殭屍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不知道人家怎麼獲勝好嗎 就是 這怎麼講殭屍會無性分職啦 九九 九九 不行 我玩 我玩CS現在都 會很自然的喊九九了 你已經病了 對我真的覺得我病了 我感覺這個模式 殭屍佔太多優勢了吧 對啊 因為殭屍只會永遠一直變多 一直變多 一直變多 是沒有錯啦 沒有可是他分裂到第三次 你殺了他 不管有沒有爆頭 我們都會消失啊 所以一隻殭屍不能死三次喔 對 死三次就會那個了 就會糾糾了 所以不管是是爆頭 反正只要死三次就會死 就會死 就會再復活了 對 是這樣講沒有錯 我靠 太糾糾了吧你們 我完全沒看 他有時候 分裂就是可以分裂幾隻嗎 一隻 就是你 變殭屍就會分裂一隻 然後死一次分裂一隻 死第二次再分裂一隻 應該是最多分裂三隻這樣子 殭屍太優勢了 來了 你看小屁還開始在罵那個87 那人類的八 那個是什麼意思啊 我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 我還 我還沒有當過人類啊 99 真的我還沒有當過人類 所以我不知道 太久沒完CS啦 99 欸 999999 破溫機機走 破溫機機走 八是什麼 我 我知道 你 殭屍的幾個什麼 我看不懂 殭屍一個是 殭屍的八是那個什麼 你的跳躍率增加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 七是叫那個什麼 叫分裂體來 掩護你 六是那個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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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 會突然 往上 飛 真的 就是你 會突然往上 飛 這有什麼作用嗎 就 逃跑而已 對 就是 哪來逃跑用的 喔 我試到了 你已經品嘗到他的味道了嗎 欸 很不美好對不對 太飛了 真的是太JoJo了 不行啊 現在玩CS 真的就是到處都是JoJo的影子啊 JoJo 破溫機機走 所以你還是 不願意入坑嗎 不想 真的 其實 有人 有人做過 點評啦 JoJo難入坑就真的是他的畫風問題 對啊 但是 相對來說 太隱憾了 其實JoJo他本身有沒有 JoJo本身是 以一部歌頌人類為主的漫畫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我對他完全 很興趣 好吧 對呀 那個8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真的太87了 我已經試了 很87喔 還蠻難用的 對啊 哇靠 直接在他旁邊 靠 靠 欸欸欸不是 你知道分裂體有什麼用嗎 蛤 就是我剛剛被騙 因為 他會變分 他會有一隻分裂體冒出來有沒有 我剛剛以為 就是我以為我當英雄 我把那個分裂體 我把 本人打到下面去 我沒有注意到掉下去的是分裂體 我就被那個 那個什麼 主人殺掉了 所以 你被騙人就是了 對我被騙了 幹你安逸欸欸 啾啾 好像如果有人 就是只剩下一次 就是已經死 兩次剩下最後一次 復活好像就會顯示 對他會 他會有那個 標語出現 而且殭屍好像 會自己 就是電腦的殭屍 好像會自己去找 哇 對他自己會去找 超難欸 而且我覺得英雄機率被調太高了 有可能 想搞我 沒那麼容易 九九 欸然後那個什麼 如果是分身幫你抓到人的話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真的有人笨到被分身抓嗎 呃 分身抓到人應該也算你的頭吧 對算我的頭 所以我剛剛就會有2Kill 就是 分身幫我抓到人的這樣子 可是真的有人會被分身抓到嗎 感覺分身都是笨笨笨笨的那一種 還是其實 至少都知道敵人在哪裡 不像你呆呆的 好像也是欸 可是 你說他們知道人在哪裡 他們就一突直接擠在這裡啊 哇 他們真的是一突擊在那裡 哇 太快了吧 所以說那些殭屍只是座右耳 真正 那些殭屍是自己去找 真正還是玩家去殺 對 可是 其實很難確定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玩家 對啊 啊 啊 幹 我慘了 我慘了 999999 99 99 我覺得這下救救了 這下真的太救救了 如果人類也會分裂那就好了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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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JOJO JOJO 我也上來了JOJO 所以你變殭屍了嗎? 不是 我被你擠在下面 這個沒貨 沒貨 JOJO 差點被你給害死 我就不先殺不死你JOJO 所以殺死分生並不會 人類並不會有頭可以用 就是並不會算到頭 好像是 我現在真的是看到滿街英雄跑耶 幾乎全都是英雄吧 對啊 幾乎全部都是英雄啊 九九 那個火箭筒真的太爽了 他拿出飛彈來的時候還需要一段時間 對啊 要有殭屍然後在空中飛的自由時間真的是超久 我跟你講 要怎麼分那個什麼 要怎麼分到底他們是那個什麼 玩家還是 你 哪有殭屍 哇 幹 你知道我剛剛直接被炸 我直接被炸下來 你知道嗎 我又被炸下去了 幹 你知道 最好分的就是 玩家一定會到處跑 那個分裂體只會往下面衝而已 對啊 太久久了啦 OMG 可是剛剛人類其實是還蠻有勝算的就是 他們真的就是 鬥在一起了 完全沒有完全沒有 他們想要全部一直在上面狂丟 法老他們都 導演到這邊就全部飛下了 而且像 他法老戰就是 一樣就是 破戰時機就會自己補滿的 嗯 我又被選為英雄了 我又被抓了 其實我很想躲一個地方可是我覺得 有可能會被抓 哪裡 一個很87平常不會有人去的地方 那我去抓你 你在那邊等我 來啊 反正這裡都沒有人就對了 好有人要被抓了 等一下是我盪掉 等一下我 暫停一下我 可能會跳掉我 暫停一下好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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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剛剛就連續那個 鷹眼的聲音然後他就當掉了 在哪裡呢 救救 幹那個分裂體 那個分裂體 知道我在這裡 你在哪 對 絕對是在哪 對那我 對真的 害 幹這模式 幹你暗夜 然後 我一盪掉我那個字又發生問題了 然後我又被選為英雄了 謝謝 哇 有這個技能 隨隨隨便就跳上了 好爽喔 對啊真的 反正基本上跳得上來的 應該就只有那個 玩家而已 跳不上來應該就是電腦 對跳不上來 我不知道電腦都不能跳得上來 電腦應該是沒 沒那個能力的 但是分裂體真的是有點難纏 然後我又當掉了 幹 他們都知道你在哪 對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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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你信不信我只不過當掉一下馬上變殭屍 我知道我剛剛看到了 幹你分裂體 嗚 啾啾 真的是太啾啾啦 啾啾 然後我的那個字又開始87了 欸 CS真的常常這樣欸 我要回報給官方啦 你知道嗎我真的覺得啊 我跟那個 我個人覺得啦 CS的那個 CSO粉絲團的那個小編有沒有 我感覺他人比較好 艾爾之光的 感覺好像很難溝通的樣子那種感覺 太兇了 不是沒有沒有 就是我私訊給他們他們都 他們沒有回我 然後之前我有在關注那個什麼 CSO的粉絲團 我用專業的身分去那個 就是跟他們 就是 因為他們上次那個 黑市的事情 黑市的事情他們 休很久有沒有 我有去安慰一下 他至少還有回我 我覺得 我覺得啦 搞不好CSO那邊的 效率真的比較高 有可能啊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看人吧 看人 有可能 因為小編絕對不只一個 對啊 欸對齁 你最近不是也回歸艾爾了嗎 對啊 我突然想起來了 但是我很少 因為我完全搞不倒艾爾到底要怎麼玩 就跟永恆很像啊 不一樣 還是差很多啦 因為我完全不倒他的 運作 方式 我又被選擇英雄了 我根本不知道我什麼時候 喔 因為我是被抓啊 喔 我們現在這裡一整群的人類 派啾啾啦 啾啾 太多隻了吧 好像殺死分身好像 可以無限重生 分身也是就是 他們也會分裂 但是他們 自己最後 就是 就跟玩家一樣 第三次也會死掉 喔喔喔喔 欸然後我 然後我們 我剛剛那些槍全部通 槍丟地上完全通通變成那個什麼 白色 白白色方塊啦 幹 幹 幹你安爺 嗚 幹你安爺 喔幹你安爺是一種稱讚意味喔 各位 然後我是不是看到殘暴達蘇啦 超女的 喔那應該是 紅色達蘇啦 去你的啊吃我的 欸火箭筒 哇 超多火箭筒 呵呵 放煙火囉 哇卡住了 怎樣 哇靠超級耶 基本上是 我覺得殭屍啊 幾乎都不需要動啊 對啊 它全部都靠電腦 靠電腦就好啦 分裂體這樣用人海再次把它淹過去就好 真的 而且他們又 都知道那個 敵人在哪裡 真的 我們是靠視覺 人家是靠 嗅覺的 沒有人家是靠系統 對 欸對了說到這個 最近 欸有一部電影叫 屍速列車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就是他這部電影的殭屍設定還蠻特別的 殭屍都是靠那個什麼 欸視覺在狩獵的 是喔 對 就是這樣 欸 你剛剛常聽到這樣是靠嗅覺 對嗅覺跟感 一些他們自己的感官系統 可是 可是 眼 那比較多喔 對 結果很 很奇妙的就是 這一次的那個 施速列車啊 是用眼睛 眼睛的真的很 很少 我幾乎都沒看過眼睛 對 眼睛就是 人在死亡的時候就是 因為 如果在那個情況下 眼睛比較容易 去傷到 所以眼睛我覺得不太可能 剛反而我覺得那個 靠嗅覺的 嗅覺啊 或者是 常理來說比較多 對 而且那個感覺比較可能就是 可是 他這一次 就是電影片段裡面 我有看到 他就是 欸 怎麼講 因為 他們就是列車 他們躲在某一節 然後殭屍在另外一節 要殺他們有沒有 然後結果 你知道他們怎麼躲過的嗎 就是 他們用那個報紙 有沒有 貼在那個玻璃門上面 然後 結果他們就是靠這一點躲掉的 然後就是他們那個 蓋起那個門之後有沒有 殭屍的那個 就是他們就停止騷動 就 定下來這樣子 所以可以從這裡推車 對他們單純有眼睛在那邊追的 其實說真的啦 最近的殭屍題材有沒有 越來越 87但是 欸好的殭屍題材也不在少數 其實啦 其實我覺得殭屍題材建議 看得開去都幾乎都差不多 惡靈古堡6 你想講這個嗎 不是正確的說法是 欸他們的 怎麼講 劇情大概都一樣 就是 頂多就是 原因還有 他有 就是些微的不同 不然大部分的殭屍片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然後 比較好的殭屍片就是 頂多會給一個結局 那不好的殭屍就是 不是說不好 就是 欸就是 怎麼講 就以結局而言啦 就以結局而言啦 好人喜歡就是 比較多人喜歡呀 幾乎都是那種有 有解決辦法的 但是那種 沒有解決辦法的那種 就是會有一種就是 怎麼講 就是 想把它解決那種 就是沒辦法解決那種問題的 對啊 好 好 我們玩完了 然後我的 我的CS真的是一整個 87掉了 還有人類一場都沒力 真的 好啦我的CS已經87掉了那 我們實況也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其實 不是嘛 就靠電腦自己去打就好了 對啊 我覺得這個模式是 做球給殭屍玩的 而且 列體 你好像 分數就好像殺死了 分數好像已經算你的 對算你的 我剛才什麼都沒之後看到我的分列體殺死一個人 然後右上角都出現分數了 對啊 我的分列體好強 比我本人強 我不會把我自己交給分列體 將自身化為系統的最佳證明 對 這樣子 就好簡單多了 真的 好啦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下方點個訂閱以及喜歡 就可以得知我每週獲得不定誰的最新動態 那也可以到粉絲團按個讚 Twitch按個追隨 Twitter按個跟隨 那就這樣啦 幹這個分列體根本就是超狂的耶 我覺得你還是 啊 對 沒有 待會再講好了 怎麼了嗎 沒有等一下 你是 你是要私下講嗎 對啊 你是想說什麼 等一下再說 你現在結束了嗎 還沒啊還沒啊 那等一下結束再說 OK啦好啦那 好啦那我們就先這樣子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那 欸 You know 講話 喔 我剛剛這邊換 這是聲音斷掉 掰掰 喔這聲音斷掉 對對 OK那就先這樣子啦 我們下回再見囉 大家拜拜